真的是天外非來橫貨 台北是一棟大樓玻璃窗被強風吹落 玻璃碎片直接夾到了一名男子頭部 當場見血 緊急送醫信號沒有生命違憲 而警方到場之後也趕緊拉起封鎖線 雨傘破了個大洞 在面上還有血跡 大樓警衛說當時真的被嚇到了 4號中午12點左右 有一名58歲的文姓男子 願從台東到台北來找工作 行經民權西路的棋樓石 沒想到意外被三樓高掉落下來的玻璃碎片 砸中頭部 當場血流不止 幸好有雨傘當緩衝 否則傷勢可能更嚴重 送醫治療後已經沒有大礙 警方發現玻璃是來自一旁大樓的三樓玻璃窗 前往查看 發現這片玻璃窗原本就碎裂了 颱風來襲卻只有用膠帶勉強固定 根本無法擋住風雨 大樓管委會實在難此其咎 事發現場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但地板還能看見大大小小的玻璃碎片 觸目驚心 道樓管委會表示將負起全責賠償就醫費用 只是這名男子怎麼也沒想到特地北上找工作 工作還沒找到進行掛彩被送進了醫院 記者黃氏文張詩奎台北採訪報導 張華縣園林市一支重達150公斤的交通耗製燈桿 疑似不敵強風砸中了一名等紅燈的女騎士 家屬心痛發文說女騎士未來已經被醫生判定無法行走 但是她的女兒才三個月大 孩子該怎麼辦 家庭又該怎麼辦 她的脊椎錯位 肋骨也斷了好幾根 目前正在等候開刀 懇請大家為這位新手媽媽集氣 大批的網友也自動號召紛紛留言加油 9月2號 女騎士在路口等紅綠燈 紅綠燈居然砸下來 不偏不宜打在她頭上 她瞬間癱軟倒在地上 緊急送醫 傷勢嚴重 家屬心痛PO文 拜託拜託大家急氣 還說女騎士一直很努力過生活 不久前才產子 女兒三個月大 中達千斤的交通耗製砸碎該有的健康 為了已被醫生判定無法行走 孩子怎麼辦 家庭怎麼辦 她脊椎錯位 肋骨也斷好幾根 送院轉院等候開刀 黃金治療時間一點一滴流失 大批網友四千多則留言 加油 早日康復 女騎士很孝順照顧生病的媽媽 直到40歲 媽媽過世才結婚 又為了照顧中風的爸爸 娘家秀水兩地跑 高齡求子 43歲殘女 還在育嬰架準備上班 沒想到發生意外 局會嚴加追究廠商為善盡旅約的責任 同時也會為商者申請醫療照顧 以及相關的保險理賠 教室交通號聚燈桿82年啟用 燈桿加上號聚約150公斤左右 基座幾乎秀石 被狂風一吹不知倒地 據了解彰化縣設有號聚燈桿的路口有4000個 其中3050支主管機關市縣警局交通隊 事件發生後縣警局緊急交開會議 若有老舊損壞將全面汰換 每支電桿清查拍照列測 全面盤點 希望不要再發生憾事 記者中部送我報導 只因為心情不好 就拿自己和別人的生命開玩笑 台中是一名全系男子 4號開車到台74線快速道路扎道之後 突然就有一個大回轉 然後逆向行事 在外側車道 一路開了大約兩公里 其他的用路人發現之後 嚇壞了趕緊報警 結果男子不但不停 還倒退路 跑給警察追 用路人行事在快速道路上 大老遠就看到前方一輛 黑色小轎車逆向急駛而來 一度還以為自己看錯了 驚險瞬間 駕駛下的差點 就飆出髒話 其他用路人也發現 趕緊向警方報案 員警趕到時要求對方停車 但他不但不停 還倒退路 跑給警察追 足足又開了約一公里 一直到西向十四點五公里 處才被員警圍捕藍查 警方調查三十二歲的陳姓男子疑似 因為最近諸事不順 心情不好才會開車逆向 自己從西向十三點三公里處 進入北屯一扎道後 馬上大幅度回轉逆向行駛外側車道 就這樣在快速道路上行駛了約兩公里 幸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不過他涉及危險駕駛 警方偵訊後 還是以公共危險罪前 將他移送偵辦 謝謝美鳳建民 台中報道 宜蘭一間冷凍工廠 發生氨氣外泄的意外 今天上午兩名員工 在修理冷凍柜開關的時候 不慎釀成約兩噸的氨氣外泄 濃濃的味道讓人難以忍受 消防人員到場先灑水灌酒 降低惡臭味 再戴上了隔離衣跟呼吸器 進入工廠內搶救 消防人員布設水線 對著工廠內部不斷灑水 因為這裡發生氨氣外泄意外 現場機位令人難以忍受 連消防隊員都不敢貿然靠近 因為氨氣怕水 水把他灑一灑就降下來 裡面就是沒人到胸了 沒有 沒有 我們這裡有兩個員工而已 四號上午宜蘭東山鄉 一間冷凍工廠 兩名員工在修理冷凍柜開關時 不慎造成大約兩噸的氨氣外泄 由於氨氣能溶於水 消防人員先持續灑水 降低惡臭 也避免氨氣累積而爆炸 隨後再穿上隔離衣 和戴上呼吸器 全副武裝進入工廠內搶救 我們消防人員到場之後 使用水庫 並且氨氣蓄機爆炸 眾人合力搶救 索性整體意外沒有造成圓圓傷亡 記得李克彥 宜蘭報導